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每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我是桑浦,有个拍档杰斯在旁边的,杰斯你好 桑浦你好,昨晚又开始我们新的一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在桑浦频道第一节,今个星期说些什么? 第一节,先讲台湾好吗? 好啊 也希望大家都喜欢 我们知道最近台湾,我想这个星期最红的新闻 在台湾第一单是莫过于这个 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台独22条意见 这个台独22条意见我一看之后 整个结构、用字、态度 完全和港版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那些 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全部就是张牙舞爪 就是希望就是吓死我们这帮人 那当然了,香港和台湾很不一样的 香港就是解放军在这儿 香港警察在这儿,3万轢车在这儿 加上那些什么,秘密的国安公安一大堆 于是乎抓人,抓人去坐牢 包括拍档在内 加上很多人也都在狱中 现在都看了47人案 我心里都心里很百感交集 所以你看到很多样东西就是台湾 当然不会承受这些东西 除非你自己送自己入苦口 否则你在台湾里,你在美国里,你在加拿大,英国,澳洲 任何日本这些自由的地方 是应该不会受到威吓的 你说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是会有的 但是我想,就是我们会相信 未来呢,它会好像炮制香港很多案件一样 譬如你看到 当时有唐英杰案,如果你说煽动分裂国家 我数一数香港的重要案件 不如唐英杰案 2020年7月1号 拿着机车、电单车 插着光时器 冲向警察那里 今天判了9年了 其中6年半是煽动分裂国家罪来的 马俊文,美国队长2.0 5年9个月 上出狱之前 突然资金通过23条 扣减3.1刑期就没有了 坐下去,真是惨 一坐,就要坐多接近两年时间 接着香港独立党主席 5年 另外一个袁正廷 袁正廷是谁呢?就是日本的学生 在国安法确实之前呢 他就是打了一些字 就是基本上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在一个社交媒体里 被人家踢到 他回香港半治疗身份证 就被人家抓了20多岁 先用分裂国家罪到后来 聊聊聊聊聊 最后就是告他这个煽动意图罪 判了他两个月 这些情况你会知道会不会在台湾发生呢 分分钟会 那个情况就是说当你进入到府口就会 在府口之外在台湾就不会 那会不会绑架我啊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当然可以想这件事了 我不会狗认这个共产党手段的各种可能性了 但是我想这个机会比较微一点 是不是?成本高 效益低 是不是? 那你想一下 我对共产党来说有什么大的效益可言 所以这件事的话他做这件事很少 所以很多的评论人都会继续说 政府都会继续说 民间人士就当你无道 当你拗痕 那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中国两高三步的一个22条意见 就是涉及到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发布的这个全名叫做 关于依法、情治、台独、环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的意见22条 要严重法理台独 以外谋独、以武谋独 这些定义完全没有没有定义的 基本上有三个重要的改变 一 特别严重 或者是罪行重大 像不像死刑案了? 罪行重大 一模一模一模 严重 一模一模 死刑 是啊 只是香港没有死刑而已 是啊 那台湾就是 用这个白痴在中国的刑法103条 就严重死刑 如果首要份子無期徒刑10年以上 積極參加的3年至10年 其他參加的3年以下 始不始終我們看回4700案的所有的文字 一模一樣 這樣東西是緊要的 一模一樣 即加一個特別嚴重的死刑 即加上第四個刑 這個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可以在犯罪易民人在境外 譬如我 犯罪易民人在境外 不到案的時候 移送起訴 或者是開庭 缺席審判 開庭不代表公開 開庭的 沒有說公開 開庭 缺席審判 即是說他隨便判你 你不需要到場 你就判你有罪 我這樣都可以的 犯罪易民人都沒抓到 你就判過人刑罰 這些根本就沒有邏輯的東西 第三件事就是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即是說 只要已經立案偵查 就會永遠追來了 譬如說 他發覺到 桑普有台獨言論 或者傑斯在加拿大有台獨言論 是重要的 會外管轄的 基本上你各位 如果在外面說任何的事 我想先說 我想先說 我們中了 桑普 我跟你中了 你比我危險些 因為你geographically 你是近些 所以你是危險些的 但是我很想幫桑普說一句 如果有一天桑普真的有什麼事出了 我們是絕對不會相信桑普是自願回大陸 OK? 因為我們可能會看到 我們可能會看到桑普拍一條認罪視頻的 所以 這裡先說了 我是不會相信我的好拍檔是會自願回大陸投案的 因為我們一定中了 他那個罪行認定標準的第四項 其實就已經是我們中了 我們沒得允許 因為他講的是有追溯權的 是追溯回以前的 我們一直都是說的 因為他那個就說 第四項就是利用職權 在教育、文化、歷史、新聞、傳媒等領域 大肆歪曲、散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或者打壓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的政黨團體人員 那我們已經中了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說 我們不用避嫌 我們一直都跟大家在分享的就是台灣的歷史 深入去看台灣怎麼說都不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 如果你說台灣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因為你在康熙年代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對不起 西班牙 荷蘭 日本 他們都有份 你坐在一台 打幾圈 你們討論他 然後才說台灣是屬於誰 OK 那所以呢 我就很清晰地說明 到今天我都是不便 我不會因為你這樣 我就跪下的 我們因為我們都沒有跪下 我們是講真話 講事實 講歷史 只是說給我們聽的認知而已 繼續給桑母說 是啊 所以你難怪賴清德 最近有個廠廳談話 他見記者 記者會就簡單來說 那記者會裡面呢 他就說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無論現在是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台灣派 基本上都是視為台獨的 那為什麼呢 他所有不支持統一的 或者是叫做想維持現狀的 基本上都是把你標籤為台獨 以前150萬台灣人 絕大部分九成半以上都是台獨 因為中華民國派都已經是 好了 統促到什麼 白狼 以前叫張安樂 白狼 以前是捉聯邦的首領 黑社會 他幫共產黨搞了他的統一促進黨 統促黨 統促黨 這個統促黨拿選票是0.00幾%支持的 就是他們自己的那幫人 這幫人呢 就是全台灣 賴清德說唯一一個不是台獨的政黨 他們全部都是台獨環固分子 是不是 你國民黨 民眾黨 全部都是台獨 說你台獨就是台獨 跟著你說 剛剛講的 你要打壓統促黨 剛剛你說打壓支持和平統一的人 這些團體 政黨 人民 你就是台獨 就是你打壓統促黨 你本身就是台獨 是不是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你會看到追寵特別嚴重 我看你特別嚴重 死刑 那就奇怪了 我已經做了N次的行為 罵統促黨 罵了N次 本身就特別嚴重 那我十次已經特別嚴重 不差再罵多一百次一千次 難道你殺我十次 一百次一千次嗎 陳姓吳廣就是這樣出來的 你要這樣對他 那你就全部遲到要死刑的 遲到半個時辰就要死刑 那就好 遲到半個時辰就死刑 不如起義了 所以最後你逼到什麼呢 大家說台獨才是硬道理 什麼叫台獨頑固分子 我一點都不頑固 我們誰最頑固呢 冤有頭債有主 是想侵略我們 吞併我們 滅絕我們的 大中華統一 基本上侵略的 法西斯主義分子才是最頑固 那些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支持者 對不對 剛剛講的 就是傑斯講的四件事 其實其實是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 台獨組織行動綱領的 組織策劃實施 是不是很異熟呢 組織策劃實施 你看看戴耀廷昨天求情 說的就是這些事情 就是說你組織策劃實施 其中他的律師就說 我們要減到最低的那個banding 當然法官就說你沒有搞錯 之前的攬炒都算的 律師說不行 那你法例生效所之後才算的 那接著法官就說 法例生效前就照算的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於是乎呢 於是乎我肯定戴耀廷管得很重 不過他律師已經極盡他能夠做的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 組織策劃實施 台獨綱領 什麼叫台獨組織 什麼叫台獨行動綱領呢 喂 很難說的 你想一下 中國國民黨那個中國呢 就是講中華民國嘛 那這個中華民國是不是叫台獨呢 你說不能搞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台灣獨立 那什麼叫兩個中國 就是中華民國呢 說你搞台獨就是搞台獨 在他這條例道的理解 你支持中華民國就已經是台獨了 當然啦 你台灣民眾黨當然是台獨 那民進黨本身都更加是台獨 你什麼基進黨更加不需要想 說你台獨就是台獨 總之支持中華民國就是台獨 就是今天我不分離究竟是泛民本土 我不分離中華民國派還是台派 總之你不是和我同質的就是台獨 第二樣東西就是要制定修改解釋 廢止一些台灣有關規定公民投票的地方 改變台灣屬於中國的法律地位 台灣屬於中國不是事實 台灣屬於中國沒有任何法律地位 看回聯合國大會國際法 2758號決議 今天都還在說 今天還在說美國國務院派出兩個副助兄 來到台灣重申聯大2758號決議 不包括中共所說的一中原則 中共所說的一中原則就是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改的部分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遺留問題 這就是一直以來反分裂法中共所說的說詞 美國嚴正否定 因為2758號決議 並沒有處理台灣的主權問題 而2758號決議 說到明是雙方認知到 而不是同意兩岸人民認為有一個中國 而它沒有說到一個中國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這個acknowledge這個字很重要 所以變成這樣大家要了解 所以沒有法律地位的法律 就是中外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當然台灣不需要守中外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第三個就是推動台灣加入 以主權國家為單元的國際組織 或者對外官方往來軍事聯繫 就是圖謀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灣 台灣獨立 這個第三件事就是這樣說 國際組織有什麼呢?兩個很重要的 世衛 另外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就是WHA和這個ICAO 兩件事是重要的 現在美國就聯同很多人 因為那個剛剛說美國國務院的副作 來到了台灣 還有20多國駐台代表 12個台灣共和國 還有英國、加拿大、盧辛寶、比利時、芬蘭、法國、歐盟等等 代表一起去討論究竟怎樣促進台灣 加入這些組織 可能是有意義地參與 包括了觀察員等等的東西 中國擋了很多次的了 但是中國是前後不一的 馬英九時期呢 就讓你做觀察員 蔡英文時期呢 就不讓你做觀察員 所以說到尾都是相當複雜 那現在呢 就是還在那裡聊天 雖然指紋樓梯響 但是沒有真正的成效 但是呢 你說這樣 美國已經開始劣起三袖了 就開始跟大家說 喂 不可以這樣了 如果你要通緝 你要告 告那兩個美國的副作人 通緝他 放在香港國際機場 那個榜單上面 除了說那些通緝什麼 通緝什麼 通緝 通緝 許智峯 通緝 劉冠聰之外 通緝美國的官員 因為那些什麼 台獨頑固分子 大把 求台灣 Go up Come on 是吧 跟著剛剛D 就是第四件事 你已經說了 就是教育文化歷史 新聞媒體的那些 我就不再重複了 第五件事還有趣 其他 viscellaneous 當然有的 總之說你是 你就是了 五件事 講完 所以這件事 變成你們各位在看這個節目 你們自己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台獨頑固分子 沒有人知道那個邊界在哪裡 但是總之說你是 你就是了 我喜歡台灣作家 虎寧 他就在他Facebook上 就出了五條問題 就問大家 其實最主要問台灣人 你希望台灣 加入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嗎 這是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 你知道台灣本來是不屬於中國的嗎 第三條問題就是 你認為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國家呢 第四條問題就是 你贊成公投去決定台灣的未來嗎 第五條問題就是 你支持台灣去美國購買武器嗎 那虎寧就說 只要以上 隨便一條問題 你是認同的 你基本上 就已經是台獨了 所以我覺得 他講得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 有幾個層面 我想這宗新聞出來之後 第二 我想如果我是台灣人 無論我們支持國民黨 民進黨 或者民眾黨 我第一個 我會想起 我們將會 即將會有一個 可能被判死刑的 台灣總統和副總統 這個是我第一個想到 第二件事我會想的 就是 是不是只是關賴清德和蕭美禽事呢 這次那個範圍 就是剛才聽蔡寶說 之廣泛 其實 你要再次一問的就是 其實對岸 今天去到這樣的地步 這樣的田地 習近平已經完全是 失控的狀態下 喂 他還有沒有誠意去 就是 歡迎這個台灣回歸的呢 那個究竟是一種回歸 還是一種侵略呢 喂大哥 如果台灣人就範 台灣回到中國領導一部分 這些例子 這些法例是不會消失的 喂大哥 其實某程度上 都有 都幾違反共產黨 有時候做事的那些思維的 今天 但是我們明白 因為今天已經 習近平已經變得失控 大家都想不到 他是想怎樣 他走到很極端 我們很明白 但是如果以往的風格 共產黨 喂大哥 是在追求女兒 台灣是一條女兒 不是香港 香港是追求了一條女兒 你做這些事情 大家不覺得奇怪 但是你對一個追求的那條女兒 去做這些事情 喂你真的跟她過不去 你現在簡直是說明 我只是可以強姦 OK 對不起 我可能粗鼻一點 我不會追求你 我現在不浪費時間追求你 我現在只要強姦 OK 喂大哥 九成幾個台灣人 都會有事的 你只是說一下 維持現狀都死了 現在 現在連維持現狀都差不多 差不多 總之就是你要 你要賣給我強姦 喂 那你叫台灣人 還怎麼會跟你 去談 這個回歸呢 就是很溫和地 大家好來好去 其實國民黨的人都要想一下 當然今天國民黨的人 可能都還沒醒 他們會覺得這些例子 只是針對賴清德 針對蕭美琴 針對民進黨等等 但是 是不是只是這麼簡單 其實國民黨都要出來 就是回應一下 這個是關 我不是關全台灣的人事 其實不只是關全台灣的人事 剛剛桑道都提過了 大哥 你只是說對上一次 我記得對上一次世衛開會 OK 幾乎所有 不止美國 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支持台灣 加入回去 啊 世衛那 那那些人 那些人 是不是已經都過販賣台獨呢 喂 如果缺席審判那個list 真是 真是驚天地一鬼神 我告訴你 如果要出來的話 桑普一定有份 啊 還有些 還有些鬼佬全部 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全部都有份 所以 喂大哥 你陸委會 出那個聲明 都有提台灣人 就 小心自己想清楚啦 不要亂回大陸 大哥 我補充一下 你連香港都不要去啊 所有 所以 喂 香港沒有運行的 喂大哥 你就算是那些西方人士都要想想 我過往有沒有 有沒有說過些什麼 或者Facebook有沒有出過些什麼 是支持過台灣先 不用說台不台獨啊 你只要支持過台灣 可能加入世衛組織 你已經 你隨時進了香港 走不了啊 OK 你不知道他瘋到什麼時候啊 現在 喂大哥 現在是不是還是 鬼佬 就拿正牌 不用拘捕呢 喂 未必是的了 越來越變本加厲 那些例就放了在那裡 他做定一個格局就是有跟有強 第二天我 第二天我 我努力哪一個人作為人質 我都有跟有強 你吹我不像 是你自己 埋來 送羊入虎口而已 喂 很明顯就是這樣的意圖 所以 共產黨是越來越瘋的 那 這個當然是方天下之大謀 大哥 但是 我想他現在 我不知道習近平看什麼 想什麼 就是他是不是覺得就是 喂 美國就經常制裁我的人 他可能真的這樣想的 可能共產黨人都會覺得這樣 美國就可以制裁我的人 但是他想 他不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 喂 美國當然有資格去制裁你了 大哥 因為你全球在用美金的 整個世界的 那個是 那個無謀否認是一個霸權 但是那個 大哥 那個是有講公義的霸權 來的嘛 你現在呢 就 你又學別人 但是你就變成另一個極端 你就是 喂大哥我拿著刀槍 刀刀刨刨 OK 總之就是黑社會 黑社會 世界 你不要進來 你進來我就騎你了 喂 全部只是說這些 然後他就 他就裝了 他就用他的那些例 來 對付整個世界 我想說 譬如 稍為近似的 就是最近在菲律賓 是不是 就是在南海的 在南海搞菲律賓的 也是一樣的 他現在都弄了些例子出來 就是說 他在南海 他連外國人都可以抓 他已經整定了這些東西出來 他已經抓了馬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其實是全世界 再要正視 就是怎樣 喂這個 這個魔鬼 今天去到這個地步 已經失控到什麼地步 就是譬如 如果回來講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只是國務院出來 譴責一下 喂 接著又被中國外交部 無鳴又噴到一面皮 他好像大條道理這樣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喂 美國政府是時間 再重新去審視 一個中國原則 究竟還可不可以站得住呢 喂 那些年 在80年代 美國說一個中國政策的 就是我覺得 美國從來沒有一個中國原則的 它只是一個中國政策 是一個中國政策 就是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很正常 它會重新檢視的 因為這個 是的 如果你不重新檢視的話 喂 那你永遠就被人不斷拼你 這個不是叫戰略模糊 它們用這個戰略模糊的空間 不斷地這樣 越踩越過 越踩越過 而你現在 不跟它講清楚的話 不得了 我想這個戰略清晰化的一種呼聲 其實在美國的很多智庫 已經開始看出來了 而且很多人也開始覺得 喂 你再用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 就是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 就是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是什麼呢 就是六項對台保證 台灣關係法 三國聯合公佈 這個叫做一個中國政策 裡面沒有承認過台灣屬於中國的 一點都沒有的 沒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這件事 都要繼續有藝創造的戰略性模糊 其實你用這個模糊的空間 是共產黨是玩鬼來的 越模糊的 共產黨越炮製一大堆 你似是非的混淆視聽 通過時間的洗力 更加做到這件事 而我會認為 它剛剛做這個時間點 又剛剛擊掌在台灣 就是搞一個國會國權法案的時間 我會講到這點 就是等於它一個撕裂的行為 就是等於利用台灣以台制台 給紅心炮支膽 給一些國民黨民眾黨搞他們 總之台獨分子 我們看實你的 我們搞硬你的 用這樣的方式丁蟹口問 去處理所有問題 另外它會觸典型的 什麼叫抓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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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香港剛剛說 唐英傑、馬俊文 香港的獨立黨主席 和袁正廷 都是這些典型 他們找幾個事例 所以我肯定 依然有很多台灣人 死心不息 旅遊的旅遊 讀書的讀書 工作的工作 投資的投資 依然在中國 三河流域 就是曹英誠說 一定會有人 一定會找人祭旗 黃河、長江、珠江 什麼叫三河流域 這個三河流域國家 什麼叫三河流域國家 三流國家 這個下流的國家 於是去到那個地方 一定會找人祭旗 李明哲、李孟居 負責陸續有禮 用這個煽動分裂國家 找你判你五年、十年的 無期徒刑殺你就可以 因為他們要製造個案 是的 一定會的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威嚇效力 這個威嚇效力在於 你不要到中國去 所以各位台商 是危險的 喂 你有些東西得罪人 把你的名字交給國安 中國國安部 人家就跟你玩東西了 這件事的話 我就不會危險了 最危險的是什麼? 朱立倫、馬英九 還有那些什麼? 黃金平 黃金平剛剛去了 剛剛去了 隨時台獨頑固分子 兩國論 支持李登輝 還不是台獨頑固分子 喂 他說你是就是了 他幫你國民黨清黨 大哥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的話 不得了 隨時出事 你不要以為我們很有關係的 巴拿馬總統都和我有幾分交情的 不好意思沒有這件事的 說你抓就抓你了 另外就是說 我說幾個台獨 三個台獨頑固分子 你說什麼就知道 為什麼不抓他們 第一個呢 黃仁芬 NVIDIA 提都沒有提 是 我是台灣是一個重要國家 國民黨 台版就說什麼呢 你說台灣是一個重要國家 你這件事就不對了 我們幫你補補貨 補下貨 補下腦 明白這個概念是有些問題的 這樣而已 為什麼不抓他呢 如果你說 桑普說台灣是一個重要國家 台獨頑固分子 黃仁芬說台灣是一個重要國家 就不是台獨頑固分子 莫名其妙的這件事 我補充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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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你數另外兩個 黃仁芬其實都相當危險的 他不要傻傻傻下 第二天跑去Visic China 真的會拘捕他 然後可能整間輝達 拿來做交易都還可以 是啊 是啊 現在靠你的晶片 就是有求於你 那你就 嗯 非常好 如果你有一天無求於你 哇 一大棒什麼都來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罪名 我管你是不是有錢人 總之有求於你 還有兩個呢? 還有兩個呢? 很想聽你的說話 重量級人馬 這個 毛澤東 毛澤東為什麼要重量級人馬呢? 哇 這就很重要了 毛澤東在1947年 這個台灣228事件的時候 當時不是想派軍隊殺人嗎? 整萬人嗎? 那當然牽涉很多的 轉型正義的問題 那當時他在延安做廣播 廣播很清晰的 有錄音的 而且有文字的 《新華日報》有報導的 我們贊成台灣獨立 八個大字啊 多響亮 我們贊成台灣獨立 哇 多厲害 1920年贊成湖南獨立 1947年贊成台灣獨立 那這個還不是分裂環固分子 台獨環固分子 有追溯權的啊 可以追溯到1947年 當然啦 你找那些毛主席紀念堂 拖一條絲出來 不斷打吧 應該是這樣啦 這段說話 完全有歷史的先生少淑的那本書 有講到的 這些是否應該要拿出來打呢 你創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之父 都竟然在建國前兩年 激烈主張我們支持台灣獨立 你想一下是什麼情況 你想一下這個什麼國家 第三個知道誰呢 你不是說我啊 大哥 很害怕啊 大哥 第三個呢 就是今上 習近平 習近平又支持台灣獨立 那不得了啦 為什麼習近平又支持呢 2023年4月去年而已 去年而已 不是很遲的 這個根據最近這個金融時報的報道 他就跟這個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羅恩說了一句說話 是 是 他沒有表現過的 美國試圖有使中國攻打台灣 但它不會上當 這句話呢 是很值得得的 這個得的地方就是說什麼呢 中國和台灣是一中一台 是 美國試圖誘有我去打台灣 但它不會上當的 這個說話真有趣 引誘中國 不是中共啊 引誘中國 攻打台灣 但我不會上當 意思是什麼呢 台灣是外於中國 位於中國的東方 互不低屬 互不低屬 整件事情 你根本是台獨頑固分子 還有一個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通常說我不會上當的東西 通常是壞的東西來的嘛 比如說你不要引誘我去撻你錢 不要引誘我去殺人 不要引誘我強姦 引誘我非禮 不要引誘我去看行李 這叫做壞事才不會上當 那你中國攻打台灣 那你中國攻打台灣 是壞事 我才不會上當 那既然你這樣講到 中國攻打台灣是壞事 那你怎麼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指揮的這個 中國共產黨指揮的解放軍 就是現在做壞事 每天說我們不放棄武統的 每天說我們武統是必要的 那你就每天說我們是必要上當的 我們每天都要上當的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全部就是自己自打嘴巴 不止台獨頑固分子 還要放棄統一頑固分子 這個不得了 那我所以就說這個東西它怎麼拼呢 拼不了 別人問馮德納少少口 真的不跟你說 這些東西我就胡不忍述 只是這麼說 但是大家知道 那你如果說 金融時報誹謗你台獨 那你就告金融時報 說金融時報就說 台獨頑固分子 告什麼它 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那些耿爽啊 什麼華春瑩 非常有道理 蘇普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三個人 是不是全部抓了 不抓怎麼可以 黃仁芬 抓得一個我算你贏了 立刻通緝黃仁芬 邊施毛澤東 還有呢 絕殺習近平 三千 不是 你不是做的事情 他乖乖叫做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金上有豁免權的 如果你抓金上 就已經是另一種說法來的了 你抓金上就大把罪名了 你抓金上就是一個政變來的 就是共產黨政變來的 金上就是 金上是不會有罪的 頭那兩個就是應該要抓的 還有就是我都想再說 再強調一次 美國 哎 無論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就是整個 我想美國的國策 都要 真的要再重新審視 一個中國的原則啊 三 中美三個聯合公布啊 這些救中的了 還有美國是應該要再 aggressive一些的 就是要再強調的 譬如說2758 聯合國2758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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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那個方案 沒有說過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個 今天大家經常在說的 一個中國原則 其實都沒有說過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些其實是 是 美國是要出來 就是要 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one China policy 就是這個其實是要 是要再重新去 認真去審視啦 就是我想 其實就是要再問一個問題 美國究竟 願意為 亞太太平洋 南海 這些 這樣的問題 究竟 究竟可以付出多少呢 現在你現在 你現在跟他打嘴炮 就是完全是 沒有用的了 就是 再容許他在那裡 再大家在那裡 視而不見 然後然後 有他在那裡 繼續在那裡囂張 遲早大家都要找數 這條數大家都要找的 就是 就是不可以再 任得他 視以妄為 是的 我就說 補充一點 因為我最近聽一下 明居正教授做節目 他說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他當然很積極投入很多這些政治上面的參與 因為他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也做系主任很多年了 他當時就說 當時美國在七十年代和中國達成的協議 就是不是協議 應該說 中國當時的宣示 美國沒有答應了 美國聽到中國是五個反對的 對台灣事務 一個中國 五個反對 一中一台 兩個中國 台灣獨立 一國兩府 和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對 一中一台 兩個中國 台灣獨立 到現在 一直寫下去 反分裂火國家法 都有寫到這三樣東西 後面兩個東西不見了 那當時 美國和台灣 覺得有一點點空間可以利用 台灣地位未定論 基本上就是台灣繼續說 美國現在暫時答應不說的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 全而不論 但是第四樣東西 就叫做一國兩府 就是當時就利用這件事 我覺得李登輝時代 就曾經利用這件事做過槓桿的 當時是江爭時代 當時是沒有任何的 就是說說No的 甚至某一些論述裡面 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承認是 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 就是承認一國兩府的可能性 是 這件事延續了一段時間 我想我讀書的時候 就是台灣讀書的時候大概是這樣 但是大概去到 反分裂國家法之後 就開始懷疑這件事行不行了 接著到習近平時代 所以基本上通過這個台獨二十二條意見 連一國兩府的可能性 完全將它剷除了 你講這個其實就等於九二共識 當年就可以講 因為韜光養晦的年代 大家有空間講 但是你現在再講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他已經是另一圖爺了 跟你講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你說什麼一國兩府 什麼一個中國兩國字表述 說真的 他表你不表 你說再表下去的話 他就是表什麼來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變成了共產黨對於 這個一個中國國字表述的否定 當你一個中國國字表述的否定 你連表述都不行 何況一國兩府 是不可能贊成的 他也不可能說 摸個頭說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認同的台灣合法政府 不可能 中華民國政府也不會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就是我認定的 和他幫交的這個政權 沒有 苦交也有 政府之間的交往也有 但是你想一下這件事情 沒有可能 所以再扭進六任 挖空心思講這麼多話 為什麼不能夠 以正前講 台灣就是個獨立國家呢 現在的名稱就是中華民國 你們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你說台灣也好 現在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我更加追求這個證明 變成一個真正的國家 不會搞到 有一步四不像 搞到固有領域 蒙古、新疆、西藏 屬於中華民國的一個 然後分本不知所謂的憲法 不是以當地的人的希望 主張為核心的政法 所以我不會有什麼反攻復國 反攻大陸的思想 我知道中華民國派會 我知道明教授會 但是我肯定的一點幾件事就是 台灣是個獨立國家 要承認這件事 甚至他都認為兩國論 就是中華民國派 尤其是明教授覺得 兩國論是個過度安排 就是說要架起一個 才談中國以後如何統一 但是各位 我認為兩國論是一個終極的安排 基本上兩個國家就是應該要彼此獨立的 到現在我經常說 互不遞屬 就不想說兩國 說互不遞屬 好聽些 尊重一些國內的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雖然說互不遞屬 但是這件事基本上是一個最大的公因素 你說下去想清楚些 國家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命運共同體 現在的台灣就是 不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跟香港最大的分別 今天的台灣就是一個國家 是的 那你說這個叫頑固分子 那你就判死刑了 是不是特別嚴重 判處死刑 這些事情講來是浪費的 如果你敢做的話 那就不得了 那你敢做就動了 是不是 你不敢做的 那就浪費了 所以就說 這幫人全部都是多鬼魚的 他遲些 下一步 下一步應該會有一個水蛇村 那麼長的犯罪分子名單出來的 那有些是屬於死刑級 有些屬於判十年 就是全部都缺席審判那些 他會做的 今天的習近平是會做的 是的 所以我就說 是會這樣的 會搞這個名單出來 他已經在搞的了 我自己看這個名單 我做了現在十幾個人 就是從以前精準打擊 那時候是吳超涉 蘇貞昌 游錫坤 去到蕭美琴 當時2022年 搞了十個環固分子名單 蕭美琴 固樂 洪蔡奇昌 柯建銘 林非凡 黃定宇 然後呢 今年再搞多些 搞多五個 那些不是政治人物 那些是主持人來的 那些名嘴來的 黃世聰 李政浩 李政浩 黃二川 劉寶傑也算了 哇 真是的 白袍姐姐都有啊 OK 哦 姐姐都有啊 于北辰 明白 于北辰 黃二川 于北辰 張君 是的 李政浩我也明白 但是黃世聰 黃世聰 其實沒什麼 怎麼罵你共產黨的 他講財經而已 還有他講到尾 都是小馬大幫忙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地方 黃世聰基本上是 中國有什麼食的東西 有些問題啊 食物安全啊 樓宇安全啊 唱衰中國 於是台獨華的分子 任你說 劉寶傑更加奇怪 劉寶傑 基本上就是 在東森電視台 東森的大哥 是的 不過他一向都好像 不是很得到 共產黨的寬心的 鮑姐的 但是我也想強調一件事就是 台獨已經變成一頂 可以扣在每個人身上的帽子 就是你說 稍後出了一個名單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份那些人 就不要在那裡沾沾自起啦 就是你就算 就算你今天 國民黨在舔中共 你一直在向那個 叫所謂統一的軌跡去 OK 我當你國民黨最後成功 有朝一日真的統一 你國民黨那些人都會變成台獨 就是這個是 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的 就是大家都要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要清醒一些啦 就是總之同仇敵蓋 就是要槍口要一致對外的 在這件事上 就是極度荒謬 極度荒謬的東西 或者這樣啊 反過來可以嗎 不過那就是很骯髒的 但是其實民進黨政府 可不可以弄一條條例 對口反制啦 就在台灣想一個罪名出來 就宣判習近平死刑才能怎麼樣 我們應該台灣弄一條這樣的規例 關於依法懲治統一 或者叫吞併頑固分子 侵略分子 這個分裂和滅絕國家的意見 依實依條 寫回一模一樣 世界上只有一個台灣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那個分家部分 絕對將他們接觸一條條例 那就對了 那你有本事就拘捕他們 是吧 那我就覺得我們一起 會站在台灣的 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那你看看這個 我覺得應該對等反制 你搞這樣的事情 沒有L用的 好 那接著要拘捕白狼 你要拘捕白狼 你拘捕一個 我拘捕一個 你拘捕多一個 我拘捕多一個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這樣才是真的 真的行的 我們不怕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一 我這樣做十五 就是這樣基本 那才是說 中國會有任何權力 可以制裁台灣人民 只是因為台灣人民的主張 更加沒有跨域追溯台灣人民的權力 那這個很清楚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 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今時今日 你將台灣 九成半以上的人 視為犯罪 每個人有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每個人有中華民國的 譬如律師證書 或者是執業證書 或者是什麼 秉級考試證書 什麼大學畢業證書 全部都是中華民國的印在裡面 那請問你 你憑什麼事情 去說 就是我們這些人 不是台北環國分子 我都說不出來 搜查到你家裡 發覺到你有這樣的事情 那就馬上說你台北環國分子 是啊 在國立台灣大學畢業都嚴重了 不是開玩笑的現在 國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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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事 台灣人要明白的 今天 其實已經 在兩岸統一的問題上面 其實 已經不用再說回以前的事情了 習近平已經 已經親手 將他自己共產黨前人做下的事情 其實上幾任那些全部都推翻了 今天 大哥 全部是由習近平摧毀的 所以今天 沒得說的 今天說兩岸統一 你只說習近平就可以了 之前那些事情 已經無需要再說 就是剛才 桑寶和我們溫和歷史 其實都非常之好 但是 現在今天說已經沒有意思了 搞定這個人 先搞定這個人 這個人是短的 大哥 這個人是短的 真的 另外 另外 在台灣可以講講另一則新聞 就是關於這個 啟動國會國權法案的實憲問題 是 出來講了 國會國權法案 我們都已經講了一集 關於那個情況 6月26日已經通過了 覆議失敗 結果就是說 按照台灣憲法的規定 就是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 就是6月26日正式生效 即是簽了指 因為按照台灣憲法的規定 我們有74條的規定 他必須在法案通過覆議失敗之後 幾天之內 即是十天之內要簽的 他當然簽了 簽了之後 就是再加多兩天 就成為法例生效的地方 那生效呢 就要啟動適憲 那他在簽署這個法案的時候 寫101個字的加註意見在上面 就是說審議程序 引發社會高度疑慮 這個程序正義問題 第二條文有違反權力分立 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的爭議 而透過申請 憲法法庭的裁判及臨時處分解決 根據憲法訴訟法 我記得第43條 它裡面講到就是說 關於臨時處分就可以暫停 它是否能執行這個有關的法例 那麼這個空窗期呢 就有期特別要解決了 還有呢 現在的司法院大法官呢 是有15個人 去到今年的這個 十月尾 有7個人 就是任期間滿 那麼所有的大法官呢 任期一任呢 是每個不是同一時間任的 他是每個人的任期都可能不一樣的 每個人的任期是8年 8年就不可以連任的 那變成這些大法官就是 誰去做呢 就由總統去提名 接著立法院同意 那問題就在這裏 今年如果這些案件 拖到十月尾都未審完 第一 有沒有臨時處分在前面 但是臨時處分的時間 只有半年時間 即是六個月時間 六個月一定要解除的 好了 十月尾未審完呢 那你就大制了 為什麼呢 十月尾未審完 就變成了 剩下15減7 剩下8個人在這裏 8個人在這裏 就不知道什麽事了 就可以繼續開議的 繼續審的 不過很奇怪 只有8個人去審這件案 而這個情況的後果非常不確定 還有雙數 萬一4比4的時候 就不知道怎麽搞 好了 7個人怎麽補這個缺額呢 就需要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哪個主導呢 藍白主導 變成他很可能 一番龍爭虎鬥 你剩下8個人 仍然可以運作 那都8比7的 如果聽你這麽說 真是被國民黨入7個人 又來都8比7 會 是啊 但是8是否就是 大家都是完全支持 是不是有不同意見 當然會有不同意見 法官就算你經過蔡英文任命的話 都未必跟你在一起 同一口徑 何況任命的人 很多都是跟 剩下8個人 走了那些人 其實是小弟的老師 以前在台大法學院 譬如沾森林 黃昭園 這些他們是離開的 那些是比較親近 陸形的政治理念 那這幫人離開之後 剩下那些是叫做老屁股 就是老屁股 什麼叫老屁股 不要說屁股 就是老人家 那這幫這樣的人 就是法官出身的 他未必有藍綠很清晰的概念 變成很多東西 陷於一種不確定的情況 變成你不可能說 這個陸形去主宰到 未來8個人的決定 而剩下那7個人的名額 補下去 藍白要跟他妥協 要可能你養一個 甚至什麼都不讓給你 就像以前 民建聯 不行 我霸了所有程序委員會 總之我一個名額都不讓給你 都可能這樣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就比較麻煩了 好了 現在先不講大法官 講那個賴清德 1801字的加註意見 就簽署這個文件 那簽署這個文件之後 就會提醒釋憲了 那釋憲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很有可能 是部分違憲 部分合憲的 就是尤其是違憲部分 譬如說 今時今日賴清德說到一點 他說為什麼他會提醒釋憲呢? 這句話很重要 我覺得說得很對 他說這個國會的調查權 其實調查權就是 台灣的法務部長說 你把調閱權擴大為調查權去看 調查權是什麼呢? 就是憲法所謀過規定 而他可以調查機關 就是國家機關 部隊就是軍隊 法人就是所有公司企業 慈善團體 和社會相關人士什麼都可以調查 這個影響到很多的台灣企業 外國的商會 甚至國際的政治的政要 都紛紛抗議這件這樣的事 於是會影響到各個商業的秘密 就是等於中國反間諜法的台灣版 然後外商投資的意願 是會有所影響 影響到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所以這個就是他實現的最主要目的 賴清德說他不可以容許 企業的環境、經營環境變化 而對台灣深遠的經濟發展 去產生影響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從經濟外資的角度 去說這件事不可以這樣去處理 我想這件事是重要的 他說實現的結果不得而知 但是呼籲朝野都要接受 因為你給了幾個大法官 現在十五個了 那如果這十五個大法官有一個決定 那我的決定 我相信會在十月尾之前會結束的 因為現在是六月尾 所以那些大法官要花三個月 或者四個月時間處理 那希望處理得到 如果處理不了又出事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天煩天亂呢 無日無之 即使大法官會議這麼好 能夠宣佈這些這樣的調查權的問題 是不是? 國會 就是這個總統有去到國會做國情報告的責任 這件事憲法沒有規定 這個加下去的 還有所謂的聽政權的問題 等等的東西 當它全面覺得是違憲了 OK? 那就打倒從來 好了 國民黨立委說什麼呢? 你推翻從來 可以 我等你這幫大法官 全部卸任之後 譬如這七個人 走了之後 沒有那幫眼中釘之後 我再提個案 是不是? 我再提個案 那你就到時再算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流氓手段都可以 然後還說 有一個叫吳宗憲 不是那個演藝人士 有一個立委叫吳宗憲 吳宗憲 沒錯 他就說 就是部分違憲的 我知道部分違憲 那又怎麼樣? 接著說說部分違憲 你都立這條法律 你通過的法律 你知道部分違憲 你都照立 我認為那件事沒有違憲的 他就改口 我認為這幫國民黨的立委 看到這幫國民黨的立委 怕不堪 非常不堪 今屆國民黨的立委 真是很有香港建制派的那些刑旨 相當質素也都很低 比如最近那些陳玉珍 還有我們經常提著徐考心 你真的 說真是很垃圾 我插了兩句 翁曉玲 你真的 哇 就是 大開眼界 不是開玩笑 是 陳玉珍那些 哎 不懂得說 就是 未必在聽的人會明白我 我和桑普 但是我們又在看著台灣立法院 哇 真的看到越來越是神經的 就是現在 總之就是他們覺得就是 現在我是佔最多票的 我就什麼都可以亂來 就是你看到台灣立法院 就是陳玉珍去到 人家民進黨的立法院 那個記者會鬧場 其實進去你就知道 現在記者會有一個 一樓有一個會議室的 他就躲在門外面打手機 是指了 就衝進去 在那裡咆哮 是吧 是偷聽的 然後說 我路過這裡 你多久路過這裡 你就搞笑 所以我就說 就是陳玉珍這些人 根本上是荒謬 隨巧心那些 隨巧心 第二天再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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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些就是 哇 香港人明白的 這些 香港人未必很容易明白 但是總之真的很難頂 每一天 我就很難頂 我就知道有一幫人 有一幫香港人 我不講哪些 一些所謂的評論人 是一由始至終 鐵桿支持國民黨的 我就覺得這些事情 為什麼它不致一辭呢 是不是事而不見呢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就算有精緻 你講的那一位 如果我理解你說的那一位 就可能看這些立法院新聞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有些人事而不見呢 故意聽而不聞 接著自己 那個地方 唯一唯一唯 不斷在這裏說 國民黨好 國民黨碰國民黨 瓜瓜叫呢 是不是這樣呢 不要說 我有批評國民黨的 你今天站出來 批評徐口心 批評整個國民黨 哪一個人 你講的那些 不值得你批評 你說我不是整天批評國民黨 國民黨都不是全部壞的 那你講給我知道 哪一個人你覺得我好 你講給我知道 當然我講給你知道 黃志賢 是不是 有一幫 就是所謂國民黨的青藏派 本身是反對九二共識的 那些可能會好些 但是其他 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說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那種風氣 是會令到那些以前 可能我們心目中沒有那麼壞的 都變得開始越來越瘋善的 你一定馬上都同意 就是葉原資 葉原資之前都不是 他要改變風格 他最近都要改變風格 將自己變成一個好像陳玉珍 除了靠心 這樣 就是因為 因為 因為 稍後 下年年初可能大罷免 他可能會遭殃的 那 所以我想告訴你 人是會變的 就是 就是這樣 舉個例子 八九年六四的時候 如果當年你認識梁美芬 你都不覺得梁美芬很討人真 但是你會看著他這幾十年 變成今天是什麼的一塊物體 就是這個其實看到人性的敗壞 是很恐怖的可以去到 香港業員資真是打鬼火 現在真是火都上了 我講到2019年 2019年 你又認識他 去民視錄影 是不是 去民視錄影 那民視錄影 錄錄一下 那時候是講 2019年大家知道講什麼 當然是講香港反想中 看看台灣有什麼可以聲援 有什麼政策去支援 當時那個處境 那個時空背景是這樣的 那時候還沒有去到什麼移民 還沒有去到這個地方 是大家風風風風風打緊 還在理大中大打緊的時候 好了 那這個地方 他坐在旁邊 哇 講到七情上面 說香港人多麼同情 希望大家幫助他什麼什麼 講到 哇 國民黨立委 業員資 是 這樣關咪了 業員資就是被人笑 夜遠珠 沒有樹葉原汁 那個國語音就是這樣 是 然後他就 每次 那一次結束之後 就問他 喂 請問我 你們貴黨 或者你本身有什麼 可以幫幫香港人 他笑笑口 看著我 謝謝 他就走了 就是基本上 他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是 你跟其他政黨的人 或者其他政治人物談 都起碼會跟你講這些 但是他完全不回答 是 這條他的目標 每一次他負責 他是朱立倫派系 他幫朱立倫上 不同的電視台做政論節目 好了 這麼多的政論節目裡面 發覺到 他每次都在做 所謂的小丑角色 因為台灣的六型的電視台 譬如三立 民視 年代那些 他們找親的人 都找一個業員資 為什麼呢 其他全部都是六型 或者一些比較獨立的人士 業員資就是唯一一個 藍營的那個平衡報道 OK 每一次這個人就被其他人笑的 而他最重要就是做拉蝦毛 就是說 在那裡灑喉 就是你罵他嗎 他就笑笑口 把你搞一鍋 然後扔你走 他最懂就是這些東西 其他東西全部都是垃圾 他不會跟你搏 他會跟你笑笑口 就是叫做煞熟狗頭 他最厲害就是這些東西 他就可以當船 為什麼呢 百年玲瓏 大家喜歡他 很圓滑的 沒有地方勢力 怎麼搞定呢 你沒有地方去穿你掌 裝腳 你收皮 所以現在找人罷免他 因為呢 他剛剛上次很少票贏到而已 那麼民進黨找這些地方去欺負 是 因為他那個不是深藍的區 所以就 譬如說 國民黨除巧三 這樣他就不會怕大罷免的 因為他自己的選區是一個深藍的選區 但是怎麼說都好 就是今屆其實是 其實只是剛剛開始 我們就已經見到 哇 見到國民黨有很多 挺好垃圾的議員 但是我覺得就 怎麼捱呢 這四年 我覺得四年之後 是不是可以換成更多的台灣人呢 去重視一下自己的議會呢 重視一下挑選 代表你自己的代議士 入到這個議會呢 我覺得到最後埋單再看啦 但是可能這幫國民黨的立委 再加上民眾黨的八件垃圾 其實可能都會歷史看回 會覺得他們都有一定的功勞 就是都可以換成啊大家 麻煩認真一點點啦 不要亂來啦大哥 其實台灣試過很多次啦 比如那些 不是叫深綠的 有時候說綠色做得不好啊 我們找選票懲罰他啊 真的很多次 但是你記住呢 每次懲罰這個綠色呢 其實是懲罰著自己啦 記得當年踢走陳其邁 變成一個韓國瑜啊 這些這樣呢 又是拿自己來搞 那這次其實又是拿自己來搞 還有就是 你不能忽視地方工作 認真說啊 再說一次啊 文進黨的地方工作 是越來越做得差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真的太過 已經不是以前的 就是有一點離地的開始 所以文進黨自己要檢討啦 很多地方的工作 其實要做很多啦 這些 你不是一味在罵人家 其實民進黨自己本身 都要檢討一下自己的問題 自我檢討的就是要 民進黨是不得已之中 含慮之中 唯一一個可以選擇的 是 因為你難道選擇 公民節的政黨 難道選擇這個國民黨 沒得選擇 沒得選擇 在台灣沒得選擇 就是不是 你可以是民主黨又選擇 公民黨又選擇 社民連又選擇 甚至無理其他本土派組織可以選擇 不是這樣讓你選擇 現在是今天是 就是完全沒得選擇 台灣那兩個是民建聯工聯會 還有剩下一個叫做民主黨 你難道說 民主黨買香港 一邊說這些東西搞定 那不是這樣的 難道你選民建聯 你沒有其他選擇給大家 這個就是問題 於是就是這樣的問題 難道你今天 如果有三個選擇 你可以投誰呢 我們希望有第四個選擇 又怕 第四個選擇 是不是就是 就是共產黨搞鬼 又怕呢 第四個選擇 究竟是不是 就是真心真意這樣 為台灣 民進黨是不是這樣搞法 永續執政下去呢 未必永續的 我都想過 可能有一年 他可能會搞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它爆發一個大的弊案 有一個大 一個不好的執政者 就出事了 所以我就說 民主制不斷的洗禮 都是人去決定一些事情 沒錯 這個國家的善與非 善與惡 就是透過民主機制 一人一票去決定 如果今時今日 國民不覺醒 人民不覺醒 結果就很大劑 所以我做這些節目 希望 在台灣做很多節目 我希望 能夠給大家這樣的衝擊 或者一些小小的知識 能夠給大家一些新的體會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回來第二節 就會去到傑斯頻道 我們去到傑斯頻道 今個禮拜 都是會繼續延續 講一些和台灣有關的問題 還有就是 一會兒都可以 下一節就要問一下 桑普怎麼看 接下來來了來了來了 這個拜登和特朗普的辯論是怎樣 我們休息回來 是啊 看一聽節目的時候 可能已經播完辯論了 不過我都可以講一些遲 因為我做辯論的時候 我們錄的時候 是沒有辯論的 所以本來大家包涵 我們會做一些分析 是 好了 多謝大家收聽 繼續在第二節 傑斯頻道 我們會後身塞神 到第二節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繼續 在哪一節 愛人 難免的 我們會想喝 另一節 為何 你的問題 因此 走